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 哥 今天晚上麻烦你啊 给烧一桌子好菜 我要请全联的战士吃饭 你这干啥呀 无缘无故的 咱家那儿不有这规矩吗 要想求亲 就得请双方的爹娘 还有全村的人一块吃顿酒 我和小桃爹娘都不在了 但是我想去全联的战士 给我们做个见证 求亲 跟小桃 你可算想通了 就这么定了啊 哎 哎 哎 怎么 你不会是骗小偷的吧 我说的是真的 是 你们俩在一块儿 也争吵过 在这儿过了乌江上的那一夜 你们俩一起经历了生死 真的好像是做了一辈子的夫妻 来 哥 这么跟你说啊 在过乌江之前 我呢 是活在上辈子里 现在呢 我活在这辈子里 上辈子呢 我爱过一个女人 那这辈子 我只爱小桃 就让她做我的妻子 好 好好好 你放心吧 不好 我给你弄几个我的 拿出好菜啊 好 来 来 来 菜有的是 一会儿这菜啊 跟这两个一样啊 好 别说了 别说了 来来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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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现在是不是心里还都在琢磨 今天晚上为什么要吃这么一顿饭 本来啊 我想去老乡家里买点酒 但是没买到 没关系 今天呢 咱们就以水代酒了 其实没别的 就是想请咱们二连的战士们 给我贺奸做个见证 今天婉容想当着大家的面 向小桃求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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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干了 好 好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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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喝啊 大爷 小桃儿 你不喝我替你喝了 我去找小桃儿 哥 你别管 我自个儿的战务得自个儿打 一次他要不同意我就求两次 两次不答应我就求第三次 第四次直到他答应为止 好 好 大家开始吃败等我们好消息 好 好 好 金宝 谢谢你 我真的不能留在这儿了 我再回去 这是你瓦盒上的灯光 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子 以后我会经常拉给你听的 我讨厌你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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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回到从前 不做谁的男人 只做你的贺指导员 在这儿待的这些日子 我知道红军是傻样的人 也知道你贺指导员 是个傻样的人 你天生就该在红军的部队里待着 在这儿 你比从前更好看了 你更有男人味了 你说 红军的队伍不允许临阵招亲 所以我必须走 所以我必须走 我 我不能连累你 你 金宝 有时候我就在想 咱俩都一起经历过生死了 就算是做了一回夫妻了 我制作 记住我说的话 你贺金宝不该坐守在哪个女人身边的男人 我牵着中国的女人 你才有精神 赵涛 守在红军队伍里的是我 守在你身边的也是我 我已经向上级打报告了 我希望 他们能批准你留在这支部队里 咱们先把亲定了 咱俩在一块 一起往前走 有一天 他们批准咱们可以结婚了 咱们就结婚 我还是那句话 你跑不了 这辈子我娶定你 叶小偷 我娶定你了 你也别怪我害了你 就算明天我要死 今晚我也要娶你 你还要死我 你也要死我 你真是不够了 我还要死我 你不过是你 你不够了 你不够了 我死我 你不够了 你不够了 小刀妹子 你别怪知道的 他也不知道 是我在他给你布的防线之外 又布了一道防线 只要少了一响 我就知道你跑了 虽然 我平时看他不顺眼 但我还是觉得你是个好姑娘 金毛 我想嫁给你 我做梦都想嫁给你 但不是现在 现在你是红军 红军就得去打仗 得胜利 所以我要回家 我在家等着你们 等有一天你们胜利了 我以为我一定嫁给你 我一定嫁给你 彤彤 你嘴上这么说 我知道你心里没答应 想回去睡觉吧 这花我拿着 就当我答应你了好吗 这花哭了 明儿我给你摘一束新的 小刀你先听我说 我们刚刚接到任务 前方阵地搅和了敌人进门火炮 要从后面抽掉炮兵到达前方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确保炮兵 每一个人的安全 把他们顺利地送往前方阵地 但是这个途中 我们要穿过白匪战里的一个要塞 这个要塞一手难攻 所以我们要先拿下阵地 再回来请他们 所以这次 我很有可能会死 但我会尽量活下来 我还要活着回来 小刀 我不想和你分开 但我是红军 我必须先完成任务 等着我活着回来 金宝 如果明天早晨 我没回来 你就回家 但要是我回来了 那就对不起了 我还得缠着你嫁给我 小刀 你既然 你也想到 永远都是我金宝的女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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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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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我们是冲不过去的 我看看是先撤下来 再想办法吧 在那儿呢 这大团呢 在那边 大家都听 志老平 我们冰箱马上撤 不能这么打下去了 不能撤 大家都听好了 现在要改变战术 是岸子病的 从正面收的那吸引火力 能打的 从侧边给我摸过去 不成 你疯了 是岸子病的打正面战场 那他能要一个都活不下来 自然要从这儿突破 咱们去炮兵阵地最尖的路 你想过没有 咱们的炮兵满到阵地 一个小时一分钟会死多少人 你看看 咱们就要一个连打得过去吗 志老平 我们的任务是护送 不许他能来送死 这是最尖的路 听我的力量 我们要先在这儿 撤 不许撤 撤 再一次告诉你 枪不能对滚自己的同志 还有 我们二年 没有才能把死的人 点上了 白骨子好像有反射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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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割都不能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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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长 林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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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人 一九二七年 十二个六洋人 一起倒决 和当时的包委员 参加九首记忆 他们里面十一个人 他们和孟宝连的 连长 我是里面最差的一个 他们 他们都死了 我就踏了连长 你和他们一样 都是最好的 我不想连队被打散 想守住庄子 我不知道 你的路是否是对的 但我知道我的路肯定错了 接下来路怎么走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我死了 我死了 你们 你们都要听指导员的 因为我知道 我们的目的还是一直的 我们 要胜利 我们要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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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吉祖 一九二七年 参加中国功能红卷 参加销售记忆 三万改变 几五次范围墙 一九三五年医院 一年战斗 周杰 先生 祝导云 祝导云 情况怎样 祝导云 洗洗手了 怎样 走 回来了 怎么了 没事 对不起了 这次没把鲜花给你带回来 没事 没事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你人没事就好 这次我们的任务没完成 两个针子都没拿下来 孙天长吸收了 之前他老跟我说你是个好婆娘 让我好好待你 让我好好待你 金宝 你累了吧 我给你捶一捶 我得找几个派上好好商量一下 接下来该怎么办 别害怕 有你这小丫头这么保佑着我 没那么容易死 是 是 来 晓涛 哥 你干啥呀 晓涛 我马上要出发了 还是去打高台阵那个药塞 就是孙连长牺牲的地方 这次可能还是打不下来 但是我们要带着炮兵一起冲过去 不管怎么样 哪怕整个连队打没了 我们也要撕开一条口子 把炮兵送上去 所以 今天晚上这个营里 就剩你一个人了 别害怕 咱俩现在当着哥的面 一起磕头摆天地 这门亲事 打今儿起就算是定下来了 这样的话 就算是我死了 你也是我贺奸的女人 来 贺奸宝 你当我傻吗 你要是真死了 还真让我给你守活寡吗 朱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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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得走了 这次犯了 你们走 桃 你们告诉我 走 走去 桃 桃 你好好待着 等着我们回来 怎么回来了 要是你就不倒了 咋办 我还不动 我才能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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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要的 我才能拆 你都是你到破衫 我才能拆 你们徒都哪能拆 你怎么会拆 你带着抢 抓吧 这狂兵已经死掉了 你带着战士们掩护跑兵冲下去 给炮兵打子弹 炮炮炮 抓住 抓住 我们最多近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一定要回来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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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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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他们已经完成任务 正在往回撤 走 你带着二排三个验车 一排跟我带着别高 指导人 带着喝冷汗头的一块走 指导 叫汉指导人 指导人 指导人 有命令 快走 快走 警察们 斤+,火力掩护指导人 撞退 给我打 齿大人 后面一个不少 全送过去了 对了齿大人 在回来的路上 发现一个我们自己的同志 中了枪 在路边坎了好几天了 是军团组部的传令兵 在人呢 在那儿 他带我过去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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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赫指导员了吗 指导员 指导员在后面掩护我们的 那他有没有事啊 不知道 不知道 看见赫指导员了吗 没有 都没看见吗 没看见赫指导吗 秦宝 你可千万别丢下我不管 你不是让我等你吗 我在这儿等你呢 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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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团下 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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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什么都能答应我吗 回来了 回来了就好了 老天爷保佑 没事就好了 小桃 现在我就有件事 希望你能答应我 你说你说啥事都答应 真的吗 真的 你听着 你现在就出发 往西北方向走 这条路到天黑之前 肯定是安全的 一直走不要回头 到了遵义以后 在那儿等我 我不走 秦房我得跟你在一块儿 小桃 你刚才不是说什么事都答应我吗 我我是说我要嫁给你 我不是说我要走 你听着说 取了遵义 就是要你嫁给我 你赶紧个好消息 我们在结婚报告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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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吗 你 我 我 他尊义的人 所以你要尽快去找他们 金宝 金货报告真的劈了 太好了 咱们可以成亲了 真的劈了 金宝 那你怎么办啊 没事 我们这儿会很安全的 王家列已经把他们的部队 调到尊义旁边的高平镇了 所以我们这儿 打不了什么仗了 到那儿等着我 稍晚一点我带着连队到我们找你 咱们一定会在尊义见面 好 那我可不可以带上老汉哥 小桃 你得一个人去了 因为 哥和你不一样 他是红军 他不能说错就走 老孙医等着我 出发 不是 能得看什么 香港人 他不得看什么 没错 他要听乱 香港人 着不得看什么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彪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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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磊子 赢 赢 你不要同行 拿好 一封 是你和何谦的结婚申请 领导不要批准 不要怪红军 红军是怕你吃亏 还有咱们红军也有机会 另外一封 是中央重备送过来的 里面有一张照片 还有一些文件 你把他一半交给何谦 大彪 姐夫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咱们脚下的这块阵地 就是红武军的战友们刚刚打下来的 现在部队都打散了 就连叶团长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我想先问问大家 在你们当中 有人不愿意当红军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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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这样呢 大家心里肯定都知道 做一名合格的红军 第一条要遵守铁的纪律是什么 一切行动听指挥 如果哪个人不服从命令 不听从指挥 那他就不配待在这支红军的队伍里 在战场上我可以立刻枪毙他 下面我要宣布的这条命令 如果有哪个人不肯遵守 当然我不会枪毙他 我会请他站出来 请他离开这支部队 因为他不配待在这儿 我再问大家一遍 你们当中有人不愿意当红军吧 没有 你醒醒 团长领着二零三零 三天打了十几仗 团部都打散了 我们要带团长去疗伤 可是 团长他说他活不了了 坚决不去 还命令我们 就算抬着他 也一定要找到团部 大宝姐夫 你听我说 你不能待在这儿 我也不能待在这儿 咱们俩一块去找金把好不好 团长说了 实业要实在团部里 大宝姐夫 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你要活下去 这次我不能管你了 我得去管我男人 下次我一定还上 我男人他这回一定是活不下去了 不然他不会骗我走的 所以我得去找他 你们一定照顾好团长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咱们红军的先头部队 已经拿奖尊业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但是王嘉烈和中央军 他们不会接受这个 遵义落入红军手中的事实 他们现在已经集结了重力 妄图在西南方向 高碑阵一带打开一个缺口 想重新夺回遵义 他们当然是痴心妄想 就在昨天我接到了 军团总部下达的两条命令 一条是给我们二连的 还有一条是给一连的 我们二连的命令 是立刻赶往军役接受改编 和其他的部队合并 之后再离开遵义 为红军离开遵义的下一战 打一个前奏 而一连的命令 是死守在这儿 确保后面的敌人 不能从这儿通过 就在几天前 一连的战友们 为了保护军团总部 突围 全都牺牲了 一个都没留下来 我们能只顾自举这和平部队 放弃相机给一连的命令吗 不能 不能 大的声 不能 是呢 不能 接受改编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一连的任务 我们也要顶上去完成 因为我们是红军 我们是死一个兵 也得顶上去一个兵 死一个连顶上去一个连的红军 所以 所以 我做了一个决定 大姐 部队的人呢 红军 都去了 都去了 对 慢点 伤员和病人 单独分出来 形成一组 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剩下的人 明天早日天亮之前跟我赶往遵营 接受改编 你这什么狗屁命啊 你把伤员兄弟留着 打什么阻击 你不是让他们送死吗 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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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去接受改编 剩下的兄弟留这儿送死 好了 孙连长要是还活着 绝不会下这种命令 呢 顺θη 十二 十三 一 一 二 二 集团